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这个方面的未来还会遇到蛮多的 那再来最后呢 请各位回去再花一点时间 想想 因为我们今天有没有讲到VBA 所以呢 请各位把这个范例 改写成VBA 那会有三个版本 哪三个版本我demo给大家看 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直接做什么 跳出一个input box 有没有 然后输入那个 但是你input box要两个 输入两个资料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magic box 有没有 但是你magic box 哇 真的字太小了 BMI 轻入肥胖 这看起来没有什么feel 所以最好是什么 方法二 从这边读取有没有 然后直接这边输出 有没有 Range B1 Range B2 然后输出的话呢 就Range的B4跟B5 有没有 BMI跟评语 有没有 这边又过来了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OK 那最后的话呢 有一个最后有讲到的表单 不过这个可能要请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是 这边就按一下它 它启动表单 那一样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输入88 Enter 175 那最后呢 自动帮我把结果放在这边来 有没有 就直接把它倒到这边来 这个是表单版本 所以有三个版本 回去 主要是前面两个版本 最后的版本是 我觉得 可以玩玩看 至于这个 这个做的方法 很简单 其实它原理原则 就是直接把层次写在 这个按钮里面 把层次写在这里就OK了 那写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 逻辑其实也跟 前面差不多 只是前面这边 我多加了一个 防呆的说明 好像 这些层次码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我不确定 你们放在云端上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我也可以再把它 贴到云端上面 OK 那至于刚刚的那个 第一段 第一段这个 BMI OK Input Box两个 然后 其他这边 我也是用RUN的 OK 试一下 那Range就跟刚刚一样 Range B1 Range B2 然后输出的话 就是输出到 Range的B4 B5 其实也差不多 应该是说 表单 建议然后 准备 表单吗 应该是说 把它连结到 这边 对可以啊 就是说将来 表单你也可以 当它输入之后 直接输出到这边 对吧 当然 做法 其实 如果你不用下面 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 把它按确定之后 这边的输出 就把它输出到这边 就好 Range的B4 这边B5就好了 对 我想说我们一定要把表单 知道做怎么样 有一个表单 然后把它连结到 我们的层次 有一个表单连结到哪一个 对对 就是表单把它连结 那个层次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 就是要有的就是表单 然后表单知道说 按了就可以连结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做 对啦 因为 这个 这个表单的做法 可能相对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点 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下一次 可以再提出来问 是不是 你就可以省一边 把它省 对 对对对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你如果 要创建表单 就是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说 里面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由上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由上面 上面这个叫caption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底下的属性 属性指的就是说 你这个控制项 你要做什么外观上的设定 那底色 比如说我这边是浅 浅黄色 那主要是它的背景颜色 所以这边一个属性 叫big color big color是它的背景颜色 那你可以把它的颜色 这个变更 它就变成浅黄色 那再来其他这些上面的控制项 上面这边有一个 这个工具箱 有没有 那其实我主要用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标签 这个前面这些都是标签 就是大A 那这个两个可以输入的 就是A 小A小B 这个是文字控制项 OK 可以输入的 那底下这两个是不能输入的 不能说我一样用标签 只是说我把它的big color 把它改成铁灰色的 用灰色 那最后还多一个就是命令按钮 就是有个按钮 这个按钮拖拉过来 然后也是一样去更改 它上面的包含它的属性 属性里面就包含它上面的字 就caption 然后还有字的大小 字大小的话基本上这个过来的话 这边有caption改一下 那字的大小就是font 这边有个小按钮按下去 我把这个字改成16 然后还有它的前面的颜色 就fold color fold color就是它前面的颜色 最后把程式就写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它程式就可以写在 当这个commend button 被点击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它这个有个事件驱动的概念 按一下它 就是做这些事 OK 那回去的话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许下一次上课的话 再提出来讨论也OK 当然在VBA里面好处就是 它已经几乎把你需要的功能 全套都已经给你了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其实很多功能 你要做到像这样 恐怕还要在做很多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两边环境都可以互相比对 以后的话 尽量你两边环境都熟 然后你也可以 看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OK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所以也许先试个水温吧 那这样的上课方式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是会不会太快还是太慢 因为我们这三分天下 有程度好的 有程度比较入门的 也有程度中间的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上课 因为有时候它上太快 入门就哀哀叫了 那上太慢呢 可能进阶的 它很厉害的 可能就觉得 好老师你讲的我都会了 所以我就取一个平衡点 另外的话 我又把影片录下来 所以你程度比较不好的 也不能讲不好 程度比较 比较需要加强 你就是自己在找时间 OK 它围缘单上面有答案 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我们这本用书 你可以自己翻一翻 不过我跟各位讲 我教的方法都跟它不太一样 OK 因为我讲过 我比较喜欢用 我自己去程式都是自己写的 每一行每一行都是自己写过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OK 不然的话你就call别人的 就没有feel了 你就觉得 这 这到底 因为那是别人的想法 OK 所以尽量 即便你用我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模式去思考 OK 不然今天先到 因为今天早上 有delay一下 我原则表定是到四点 OK 那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